市政府一樓服務中心櫃台 11日起开放演唱会 公益票购买 有民众日前排队 没有拿到票 干脆花钱来买票 也能做公益 我们一人两张 一人两张 所以你自己也是做公益 对 他有十几个 十几个来 都是民众就对了 对 为了响应社会公益 市政府特别规划500张的摇滚区应卖票 民众只要捐出1200元 给伊甸基金会 就可以获得一张门票 那时候市长有通知我们这次 想要响应这次 特别释出500张的公益票的时候 其实伊甸就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其实在各个的服务上面 我们所需的经费 除了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之外 我们其实基金会有一些自愁的经费 其实相对也是有一些些 需要社会大众一起来协助的 一卖票开放购买第一天 截至中午12点为止 就卖出了140张 其中市长谢国梁 个人就认购100张门票 希望能够帮助弱势 也很感谢议会 大家都很体谅 所以这一次包括市府跟议会 我们都没有任何公关票 坦白讲是一张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的话 拿点钱做公益买一点票 然后这个如果有一些弱势朋友啊 什么想要看的话 我们再来协助他们 对不起 我不晓得这个被大家知道了 伊甸基金会强调 若这500张的公益门票 能够顺利卖出 基金会将可获捐 新台币60万元 除了感谢购买 一卖票的民众之外 也承诺会善加这笔善款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